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件发生地点在陕西省西安试验塔区 帐巴街道南瑶头西区 人口主要由外来务工人员组成 是个城中村 我们先来看视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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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住马铃 炮住你马铃 给你掉 给我两个是哪个 我没有吃到饭吃 我都都怪你吃 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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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疑似由附近楼上的居民拍摄 一名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 正在小区门口与社区工作人员争论 当事人左手举着手机一似在录像 右手拎着一袋馒头 随后 一名黑衣男子从侧门要到当事人身后 一把夺下当事人的手机 四五位黑衣男子随机冲了上来 开始对当事人进行拳打脚踢 馒头也因此散落了一地 在视频中可以看到 一名男子一边扇当事人耳光 一边大骂当事人找死 你找死呢 视频最后 有两位女子赶到现场进行制止 穷殴才结束 此时可以听到 带头打人的男子还在命令 其他人把他手机拿过来 此事件在微博上迅速引发大量讨论 有网友发布截图显示 自己所在社区工作人员发布公告说 经派出所调解事情已经解决 参与人员已经上门致歉 买门头的小伙已经谅解 要求居民把相关视频赶紧删了 截至发稿时 有不少网友表示 自己发的事件相关视频 已经被微博删除 也有不少自称当地居民的网友表示 南摇头西区多市城中村和中低收入小区 目前情况确实很严重 小区内买不到任何食物 一位疑似了解情况的网友介绍说 事情是这样的 小伙出去买馒头 回来不让进 想着用手机拍下来 然后左边这个工作人员 先是偷偷绕过来 从后面抢走小伙手机 然后其他工作人员看到抢到手机才动手的 视频博主关注三情 联系当事人回应 殴打当事人已在警方的要求下道歉 当事人表示自己并没有受伤 表示谅解 即来解决西安所有城中村租户吃饭问题 坚决抵制这种粗暴执法的行为 下面我们分享一些网友的看法和评论 有网友说 为人民服务 太牛逼了 老头打保安上热搜 一帮保安打人 被和谐 简直黑社会了 一位网友说 三人以上实行暴力活动已经涉黑 有视频作为证据的情况下 为什么仅仅道歉了事 公然违反法律 就算没造成轻伤以上伤害 但也至少该被拘留15天吧 是法律于无误 另一个网友说 小伙敢不谅解吗 道歉 你试着把这些人打一下 看道歉有用没 还有网友说 小伙子为什么要冒着危险出去 因为他在小区买不到吃的 也没人给送 如果小区给解决食物问题 小伙子还会出去吗 门口的工作人员凭什么打人 为什么抢走小伙子手机后才开始打人 请问是谁给他们打人的权利 一位网友说 只要有一丁点权利 总会想办法把它发挥到最大 南腰头的人大部分都是这状态 啥吃的都买不到 另一个网友说 南腰头现在是在闹饥荒的 他们帮不上忙就算了 还说我还要管你吃饭吗 啥语气 说完还打人 乖乖在家待着饿死 就是配合他们工作了吗 还有网友说 真的是饥荒 已经七天买不到一根菜了 我就是南腰头西区的 买不到馒头买不到菜 楼被封了也没人管 网上能买菜都只能送到小区门口 完全没办法 一位网友说 都是打工人 难道都不爱命吗 非要出去就为了买个馍 如果不是逼到万不得已 谁愿意这样 对比那些 有送货上门的政府粮的人们 外乡打工人们太可怜了 另一个网友说 大部分地方都已经收到政府送的菜了 南腰头还在苦口等待 住了几千人 在里面活活饿着 看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只会让人觉得 政府的菜可能已经到了 只是被这些村把私自占有了 毕竟没有谁会在这一刻 让辛苦买来的粮食散落一地 除了那些酒足饭饱的村把 还有网友说 这样的防疫一定会成功 饿死宿主也就没有什么疫情了 真厉害哟 打老百姓跟打孙子一样 我们也来评论一下 看完这个视频 很多人都很气愤 很难受 我们看到了一个卑微的青年人 仅仅是为了买馒头 仅仅为了活着 就被群殴到馒头掉了一地 随着这白花花的馒头掉落一地的 还有青年人卑微的尊严 那白花花的馒头 在这个伟大的国家显得格外耀眼 这就是他们说的人民的幸福生活 从六十年代吃土的大饥荒到现在 一点都没有改变 我们不禁会反问怎么会有改变 在这种体制下 只有变本加厉 当这些看门狗的权力 不是来自于买馒头的年轻人的时候 当这些看门狗的权力 不是来自于成千上万成中村的底层老百姓的时候 这帮看门狗稍微有点权力 就会摇身一变 成为高高在上的官老爷 当这些看门狗的权力 在以防疫之名无拘无束的时候 当这些看门狗仗着主人撑腰的时候 他们挥起来的拳头就会肆无忌惮 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墙内的人们活得那么卑微 仅仅为了一袋馒头尊严碎了一地 而这帮看门狗却可以如此横行跋扈呢 答案很简单 因为这帮狗东西的权力来自于上面的主人 但是哪一条党国的宣传不是说权力来自人民 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呢 这种无耻的谎言被现实记得粉碎 一条在现代社会再简单不过的逻辑是 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权力是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 是问中国哪个被统治的老百姓 同意这些狗东西动手打人了 没有 中国的老百姓实际上是被用无数只枪支着后背的奴隶 所以这些看门狗以及他们上面的那些狗官 才可以如此横行无阻 如果你不信 8964了解一下你就明白了 当我们说要争取民主 不是口头上的那种民主 是要有选票的那种民主的时候 有人会反驳说民主不能当战斥 然而这种血淋淋的现实告诉我们 选票和民主不仅可以让你有饭吃 而且可以让你像人一样有尊严的活着 我们不禁感叹 这个奴役了中国老百姓上千年的邪恶体制 从来就未改变过 不仅如此 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先进的技术手段已经让这个邪恶体制 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党国已经可以精准的控制每一个鲜活的生命 一个1300万人的城市 说不让出门就可以不出门 这才是厉害了我的国的真正含义 然而那些底层叫骨不叠的老百姓的声音 却被淹没在粉饰太平盛世的赞歌中 第二条则是关于被偷拿的菜 从中我们能嗅到同样的味道 同样是2021年12月31日有西安的微博网友发布视频 视频显示有西安小区物业工作人员通拿了业主的菜 我们来看视频 尊敬的各位业主 对不起大家了 请大家谅解 好 像是这样你把这样给他送回来 视频在网上和社交媒体传播后 涉事的物业公司发布了处理意见 声称扣拿菜的是四位保洁员 保洁员拿的四份菜已全部追回 并对拿菜的四位保洁员做了开除的处理 有网友怀疑处理决定失事拿保洁员被锅 但无论如何 在严厉方程之下 有人仅仅为了一包菜丢了工作 我们看几个网友的看法和评论 一位网友说 为啥没给保洁员准备菜呀 疫情期间还要开除 希望被妥善安排吧 另一个网友说 魔幻 保洁员在封闭之后不能回家 没有菜吃 所以安排送菜的时候 就不考虑保洁员和保安吗 一包菜是要多少成本 不得已去偷菜 最后还被开除了 还有网友说 生皆苦 法理不是在侮辱人的尊严的情况下 强迫人的本心 我们评论一下 这个新闻再一次让人们看的心酸 保洁员未经同意拿别人的菜固然不对 然而 仔细一想 保洁员也是人 在全城封禁的情况下 保洁员也很可能没有菜吃 他们家里可能少有老下有小 因为封城 一家老小可能早都没菜吃了 然而拿了菜 要被当众被羞辱 还因此丢了工作 真是让人心酸 在疫情之下 他们不仅丢了工作 而且丢了作为人的尊严 更重要的是 还丢了党国的脸 很难想象 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竟还会有人挨饿 竟还会有人因为拿包蔬菜 而被当众羞辱 而这个物业公司 因为舆论 居然就能冷血的开除这几个员工 一个物业公司 连自己员工吃菜的问题 都解决不了 还不如关门算了 有人说墙内的老百姓 是韭菜 通过发生在西安的事情 可以证明 他们可能连韭菜都不如 韭菜至少还能挺治自己的腰肝 而墙内的老百姓 连卑微的腰肝都植不起来 连最基本做人的尊严都没有 我们之前说清零政策不但低效 而且成本极高 今天看清零政策也很愚蠢 因冷酷没人性 可以想见一个1300万人口的城市 被封城 足不出户超过一周 有多少人到灾难发生 孕妇要产检 万幸病人要去医院检查 多少底层老百姓停了工生活 就难以维系 多少人因买不到食物而癌饿 这些官老也考虑过吗 这些就是以防疫之名做的恶 同样的事情在武汉发生过 西安正在发生 未来也不例外 这个极权制度正如和它在过去 现在和将来做的很多事情一样冷血 没人性 比如大跃进大饥荒 比如文化大革命 比如8964 关于这个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见